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現在人已經在九州的熊本 上一部做華航的 三雄有達號的飛機的影片大家看了嗎 我今天來到熊本這邊又要做什麼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的就是熊本熊 這邊有它的辦公室 熊本熊的辦公室 我們現在先走路去帶大家去看一下 熊本熊的辦公室到底長什麼樣子吧 另外今天這部影片也會帶大家來繞一下 的這邊九州的市區內的熊本電鐵 特殊車型的一個介紹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去找找看 熊本熊的辦公室 看看是長什麼樣子吧 走囉 嗨 依依 嗨 嗨 我是依依 要不要跟各位大家介紹一下 你的頻道實在是怎麼樣 我的影片就是在做旅遊 亞洲縣的旅遊 很開心路 嗨 大家 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嗨 這是我的 嗨 對 很開心這一次 有YouTuber可以跟我一起拍影片 對 要不然一個人的話 周圍都是媒體實在是有點緊張 有一點 我剛開始也覺得有一點緊張 我想說該不會只有我一個吧 還好看到阿龍 我真的太開心了 還好有同時YouTuber的人在這邊 YA 走 出發辦公室 這個就是這一次的媒體群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熊本熊部長的 辦公室外面了 然後現在還沒有開 因為它這邊營業時間是早上10點開始 因為辦公室10點開門也是很合情合理的 現在打開了… 然後旁邊我這一次是有跟一些媒體團 一起出來拍攝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人 下攝影機 還有一些一般的民眾想要來逛的 所以YA EASY OK 好 那我們現在 熊本熊被推出來了 所以說今天它不會在現場 好 我們等一下帶大家進去看看 裡面的賞怎麼樣做啦 走囉 而且它寫了耶 它還有簽名 Kumamo 所以它這邊的這個辦公室 其實有點算是包含著賣店 就是還有一些賣一些關於熊本熊的一些小東西 周邊牛蛋 明信片等等的 好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這裡面有些什麼東西吧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熊本熊的辦公室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Kumamo它是營業部長 然後它這個電話還是它的造型 超可愛的 好 我們在這邊留下了我們的簽名喔 對 大家也可以有機會可以來找找看喔 然後在這個部長辦公室的旁邊 有一個這個部長行事曆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月呢 熊本熊都跑到哪些地方去囉 然後這邊還有很多這邊 其他很厲害的人的簽名喔 然後如果你有什麼話呢 想要跟熊本熊獸的話 你可以寫信然後投在這個油桶裡面喔 OK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了下一個景點 這邊就是熊本城 熊本城現在目前在那邊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那種 在施工的感覺嗎 其實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2016年的時候呢 熊本曾經有發生過一個大地震 然後那時候震度最高好像到7點多吧 然後也造成熊本城呢 周圍的一些歷史的文化財的部分呢 有稍微的損壞的問題 熊本城在這邊 目前就外觀來講呢 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還有像鷹架 就是那種施工用的東西都還在那邊 然後可以看到比較高的那個呢 是大天手 然後旁邊那個 有被鷹架框起來的那個是小天手格 然後旁邊有一個叫做魚土乳的地方 這三棟喝起來就是那種 三個天手的那種感覺 目前因為還在那個地震的修復中嘛 所以然後預計在2019年的10月左右 應該會完成它的修復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也可以來看看喔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邊呢 是在熊本城那個邊邊的一個叫 虛害乳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當初大地震的最有名的一個乳 就大家可以仔細看到 它這個下面的部分呢 被震掉之後呢 這個地方大家看得出來嗎 它只有一點在支撐著耶 就是像這樣子支撐著 它這個修復最困難的地方在於 他們必須把那個原本 就是本來在那個位置的時候 把它還原到它原本的位置上去 然後他們會依照他們以前所拍攝的一些照片 外觀的照片等等 去把每一個落下來的落石 去做一個編號 然後再把它那個石頭還原到原本的地方 然後如果在石頭是在大地震災的時候 有碎裂的情形發生的話 他們會製作一個跟它很像 就是很幾乎是一樣的石頭 再把它放回去 盡可能他們會使用原本的時候放回去 因為這個才是他們對於就是那種 古蹟還原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這個真的還滿厲害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那邊就是他們放那個 剝落下來的石塊的 那邊號的地方就在這裡 對 然後剛剛聽到這邊的人講 因為它這個就是剛才剝落掉下來的那石頭 是石圓嘛 石圓這些對於他們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財 所以盡可能他們會還原到 就是受到震災之前的樣子 這一點呢 光是這樣聽 我覺得要花的時間真的是超級多 你看到後面這些石塊 很壯觀啊 石圓內部的曆石跟外觀的大石頭 好 然後熊本城它因為現在地震受災的關係 所以它目前是還沒有辦法進去的 然後如果我們想要看它最清楚的地方 就必須要來到我現在來在的這個地方 它叫做嘉藤神社 然後這裡面所供奉的是嘉藤清鎮 它就是當初所建蓋熊本城的城主 那我們現在來神社裡面看看 聽說這裡面是目前可以看到 最清楚熊本城的地方 來 我們先來洗個手 OK 各位觀眾 就是這裡 好 前面這邊就是熊本城了 然後現在正在施工的那邊 就是小天守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小天守的部分呢 下面幾乎都已經是完全掏空的狀態了 然後這一次的修復真的 說真的所要耗費的人力 物力 真的是非常的龐大 所以這邊還特別寫就是說 加油 絕對不要輸喔 標誌在這邊 對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它這個在建可能看到水泥感很重有沒有 其實這個是之前呢 這個熊本城曾經燒毀過一次 然後他們在1960年的時候呢 遇到之前的照片有曾經再還原過一次 然後又因為熊本地震的關係呢 然後就是有部分就是受損 然後裡面可能內部的那些也有受損 所以他們就是決定呢 好好的把它再完整的修復一次 包含裡面一些耐症的一些基準等等 包含那種探查的期間 所以說再修復才會要花上這麼多的時間 所以真心的希望熊本城能夠趕快復原成功喔 好 然後就在熊本城的旁邊不遠的地方呢 就有一個像這樣子非常棒的商店 而且它叫做城彩院 它這個地方有非常多賣伴手禮系列的東西啊 或者是你想要吃一點小東西啊等等的 這邊都有喔 然後另外如果你想要為贈災付出一個心力的話呢 它這邊能夠以捐獻1萬塊日幣的方式呢 當這個復興城主喔 這邊真的到處都可以看到熊本熊耶 然後熊本的路面電池很有趣的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有這種很新的 很新的這種車輛呢 還有像是前面那種比較舊型的車輛喔 這也是熊本電鐵的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那我們接下來要去的地方呢是一個 熊本的一個交通局 去那邊要做什麼呢 今天我們要一樣就是我們上次有帶大家看 那個三雄友達號嘛 然後他們在熊本的這邊呢 也有三雄友達號的路面電車要撿採喔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看一下他們的撿採儀式 長什麼樣子走 一起去看看日本的撿採儀式吧 超難得的 我們現在到撿採儀式的會場了 是這台嗎 就是這一台 台灣高雄自行貝 三雄友達號兩週年 OK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參加這一台 路面電車的撿採儀式囉 好熊 高雄熊 熊本熊 對 現在在我身後的這一台呢 就是三雄友達號的路面電車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車體的部分呢 是應該是沿用舊車體的 然後是重新塗裝過的感覺 所以多多少少 從它的上面跟下面輪子的部分呢 可以看出一點點那種歲月的痕跡 不過我覺得這個也算是還滿有 象徵性意義的一台電車啦 大家下次有機會如果來到熊本的話呢 也可以來看看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坐到這個 三雄友達號的路面電車喔 有沒有 現在三雄都出來了 超可愛的喔 走走 然後他們蹲下來腳都不見了 超可愛的 好 我們現在要來上車了 好 我們現在進來這個 三雄友達號的裡面了 然後這個是熊本的一個路面電車 我們可以大家看一下在這裡面 可以看到一些什麼樣的畫面囉 好 我們現在已經在路面電車裡面 大家看一下這裡面的感覺 感覺是有點年代 有點歷史的一個車廂 而且還有一點味道 復古的味道 復古風的味道 對啊 對 還不錯 而且裡面是有冷氣的 所以其實不用怕說會冷 很舒服 好 沒來冷 OK 好 我們現在已經下來了 以上就是我們體驗這個 三雄友達號的路面電車 一個簡單的試乘啦 我是覺得出來裡面其實還 說實在比我想要弄舒服一點 因為看它的外觀 其實我覺得原本是那種很舊的車 不過裡面其實說真的呢 冷氣也不會說不冷 然後坐起來 然後椅子坐起來也是還滿舒服的 所以說如果大家以後 有機會來到熊本玩的時候呢 在都市內的交通 也許可以試試看 坐坐坐看這個路面電車 舒服地裡面 就有機會可以坐到這個 三雄友達號喔 三雄友達號 拜拜 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個地方叫做水前市 水前市這邊是一個還滿不錯的公園 我們進去看一下裡面是什麼樣子 我們這邊要買那個入園券 水前市城去園 拜關料大人是400塊的幣喔 好 我們現在進來了 大家可以看到 哇 這麼一個超級漂亮的日式庭園 而且這邊還有超多鴿子 然後它旁邊後面這邊有在賣一個 你可以餵鴿子的東西 你只要手上一拿飼料 你就可以變成鴿子使者 鴿子馬上就往那邊這樣衝過來 我們來 拍拍看好了 衝過 哇 哇 吞出來 哇 曜曼 會不會飛過來呢 等一下 對不起 等一下… 等等… 好 我們來看看這邊 這邊的庭園很漂亮耶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在裡面呢 真的還滿悠閒 然後喝一個那種日式抹茶 吃個和菓子 喝果子 感覺真的還滿不錯的 好 那以上呢 今天就是第二天 我帶大家來逛一下熊本的一個 簡單的小旅行 我們今天帶大家去看熊本城 還有去體驗做了特別的電車 路面電車 然後另外還看了這個 非常棒的一個公園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就覺得這邊還滿適合散步 就很多地方都可以讓你這樣 慢慢細細品味這個 你到城鎮的一個悠閒的氣氛 然後大家對於熊本 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好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阿倫頻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還有像是今天這種 日本各地的一個親旅遊的一個簡單的分享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自從我在日本的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另外這兩邊是我其他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還有下面這邊是阿倫頻道的所有平台 有興趣也可以去看看喔 それでは皆さん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 這邊還可以體驗川河服喔